你看这棵法师 叶子彻底干枯了 顶部也没有新叶了 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是不是要死掉了呢 这种情况很正常 因为我从刚刚进入夏季 温度在28、9度的时候 就所有的法师全部停止浇水了 那么它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因为不浇水它干叶 不浇水它主干了一个养分 但是呢它根系不长了 没有根了 它的叶片会逐渐的干枯 然后一层一层的干枯 而经过几个月的干枯 本身呢它的支柱比较小 它的叶片就会彻底的干掉 我们用手去把它的叶片 这样去扒拉掉以后 你会发现 这样扒拉掉以后 它顶部也没有叶片 只有顶部带着一个尖尖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它严重消耗比较严重 但是你要判断它 所活很简单 用手去捏 它主干是硬的 没有干瘪 这就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只需要把叶片摘掉就行了 因为它消耗的是叶片 但是主干 它叶片脱落的位置 它是有时尚点的 能够长新侧芽 而且它的尖尖顶部 它是有时尚点的 我们看温度 如果温度在30度以下了 这个时候放到渐光的位置 给它浆上水 它顶部的尖尖还会继续长 长出一个新的花头 这个时候呢 它底下的杆子上 叶片脱落的位置 还会长侧芽 到时候呢 一颗侧芽的位置 就会变成多颗 就是一根枝盖上 能够长出多个侧芽 到时候 五头六头的 就会变成十多头的 能明白了 非常好仰 但是呢 一定要记住 看着干枯的很严重 您去浆上水 在夏季高温的时候 就会导致整个植物烂掉 我们不如等到温度 变成30度以下 这个时候浆水 浆上几次水以后呢 它根系长出来 然后再补充肥料 它顶部就会快速生长 就会长出新的花头 到时候呢 一头变多头 挤在一起 非常的漂亮 而且脱落的叶片位置的地方呢 都是老杆子的形状 都会变成老的老庄 能明白吗 这个时候 上面带着多头 老杆子非常的美 法师它干枯叶片 包括我们养的多肉 干枯叶片 只要主干是好的 只要它没烂 跟主干没烂 到了温度合适 到了秋季 浆上水就能恢复过来 长出来的叶片 在浆眼光的前提下 更短小 更紧凑 侧牙会更多 心头会更多 到时候会更漂亮 消灰了吗 消灰了 别忘了给小姐点个赞 点个赞再走